自从星际大战被这句话毁了之后 我们所有人一直期待这一天 星际史诗重返荣耀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各位先生女士 莫慌莫怕 电影艺术大使 商业片救星 全人类的偶像Zack Snyder要来向我们展现 真正成熟 深刻 只属于大人的银河歌剧 到底要怎么拍 没有错 这就是Netflix今年成本最昂贵的电影 反叛之悦 以免你觉得我拿这部电影跟星际大战比 有如Snyder创意 你可要知道 早在遥远的2012 当迪士尼刚花40亿买下星际大战的时候 Zack Snyder亲自跑去向卢卡斯营业提议 拍一部由他最爱的重金属黑暗奇幻杂志 以及黑泽民七五世启发的星际大战系列 没有错 就是启发了所有西部电影的那个七五世 尽管有着如此充满惊人想象力的发想 Snyder被迪士尼CEO残酷的拒绝 接着他就去拍DCEO的开响炮超人钢铁英雄 执意要推翻那个拒绝他的米老鼠帝国 不过在这些年间 Snyder从来都没有放弃拍自己的星际大战梦想 吕吕向华纳提议要拍这部电影 被拒绝之后又改口说要做游戏 后来又一度是影集 你搞得我好乱 整整十年之后 感谢Netflix智慧以及深不见底的口袋 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来品尝星际大战应该要有的样子 而在一个几乎所有商业大片都令人失望的一年 反叛之月竟然还能毫无悬念地坐上王座 看了这部电影却好像是发烧的时候做的梦 再把80年代动作玩具人偶全部敲撞在一起 产生了绝美的交响乐 星际 瘁 愤世嫉俗的商店猎人 王者之剑拿着光剑的神秘亚洲女侠 作为今年最后一部大片 当然也只能用看烂片来聊表我最虔诚的敬意 大家好我是超理方 I don't really like movies 一开场我们就看到这一个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也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我们就先照不旋就好 对多么美妙的异象 多么有深度的符号 Ridley Scott在疫情之中对于性的探究和象征算什么 这才叫做电影艺术 而电影开场我们听到Anthony Hopkins的旁白 不外乎这是什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遥远的星系 有着强大的星际帝国 国王皇后被刺死 彻底根据皇室血脉 而残酷的官员崛起篡尾 blablabla 虽然这段独白完全没有记忆点 我还是要请求你们记住这些资讯 因为在这之后会有超多互相冲突的东西 总之终于正式进入电影 女主角Cora进入她的神鬼战士时期 安心的在边境星球当农民 揉搓着土壤 而今天正好是收成日 为了特别强调这个星球的农人多么朴实 当然还要安排村长要大家尽情的 脚趾 和热烈的声音 把草莓变成的 啊 多么的仇人 多么的充满失忆 小孩千万不要看这部顶 而Snyder似乎是为了要证明自己拍的星际大战 比新三部曲的美国鬼才导演 JJ 阿波拉罕还要厉害 一个镜头之中竟然有两个 两个镜头炫广 可不可以同情一下那些散光严重的人 Cora回到住处之后 一名长者劝她赶快找个好男人定下来 但Cora马上又开始一段又臭又长的自怜独白 实际上不到一分钟 体感超过五分钟 自理行间之意呢 没说出来的潜台词呢 真正的情绪呢 真的要搞这种真心话大放送 也不该是在电影的开头来做吧 对不起 我忘了 这是一部属于大人的星际大战 大人是没空在那边跟你玩男言之隐的 就像第一次约会 劈头应该就讲自己的三维或者长度与直径 小孩要生几胎取什么名字诸如此类 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隔天有一架巨大战舰突然出现在上空 Cora当然是要用慢动作丢下手中的古物 全力冲刺警告所有人他们正被突袭 哦 不是 只是一群帝国的人从船上慢动作走下来而已 白紧张啊 而且战锤40K刚刚打电话来 他们说有一些版权问题要讨论一下 抱歉 应该说这部电影不演了 直接穿起X的服装 这里还有另外一点超值得注意 一开始的农夫男主角是 并运活剧歌之中第二个饰演的 那种小白脸Dario的演员 而这个军官呢 则是一开始遭到替代的演员 只能说不可能这么巧的吧 没有关系 你复仇的机会来了 军团来的目的就是要征收他们多余的古物 但是长老完全不想跟帝国合作 帝国们只会压榨这颗星球 不过问题是帝国的势力这么强大 何必要来这个鸟不生蛋 用手耕作不用机器 超没效率的星球买粮食 更神的是 长老在说谎表示这里没有多余的粮食 而拒绝军官之后 Dario二号竟然超白目的自作主张说 他们其实还过得蛮舒服的 其实还有很多粮食 长老在一旁完全傻眼 他是跟军团串通好 趁机篡位成为新长老吗 也不是 那他到底想要什么 难道觉得帝国会给一个公道价吗 Dario一号军官听到这里 一气之下直接用手揍死长老 刘士兵在这里监督种植 等九个月之后来收成 这不是重重危机的剧情设定吗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 一样由Anthony Hopkins配音的机器人 被士兵欺负 啊 正是悲哀 西方极乐人创始者 现在变成一个不知道来干嘛的破损机器人 机器人到河边洗脸 这时见到一面村姑 像是你家亲戚那样 开始露露等讲起他神奇的公主的故事 绝对跟星际大战的邱真万一点都不像 也绝对不会让人想起 沙丘里保罗被培育成救世主的故事 不过我完全不知道他讲这些事有什么目的 毕竟公主已经死了 顺带提我还特别确认 开场的旁白没有讲到这一点 而且机器人在这部电影里也再也没有什么细分 而且这边画面失焦很严重 村姑的脸整个都变形了 总之当晚几个士兵本来想要对村姑霸王硬上宫 啊 Snyder啊 Snyder 为什么你电影里面总得有 或者是象征强 这桥段 哦不对这切就是为了只有大人能看的故事 总之原本已经打算离去的Cora 当然冲进来暴揍全场 不得不说这里动作安排是蛮有诚意的 而且确实可以看出Netflix 为了要让这个版本维持保护集 有好几个镜头都被迫从另外一个角度拍 但是这里还是有个老毛病 就是这些士兵尽管有枪 还是一个一个轮流上来近距离单挑 最后在一个年轻有良心的士兵 以及机器人神射手帮忙下 Cora终于解决了所有人 其实到这里为止 这个致敬其武士的电影还算有个故事 虽然充满各式各样的Snyder招牌 但整体来说还勉强称得上算是正常 不过在这之后一切就分崩离析 村民也只有靠Cora去找一对战士 回来帮他们抵抗 等一下这真的是重重危机 总之Cora和男主角决定去找一名前任帝国将军 以及反抗帝国的反叛军 哦对然后士兵和机器人却在这之后就完全没有戏份了 问题来了 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反叛军就好 一个将军能对一个他不熟的军队带来多大作用 算了都行 反正只要不是找来一堆马戏团别人者就好 Circus bugs How can you be circus bugs 总之说真的当时的我看到这里 虽然还是有一些缺乏逻辑以及看烂片的元素掺杂在内 但其实整体村民被惨暴的士兵压迫的故事还是蛮吸引我的 毕竟重重危机真的很好看 不过一行人一离开农村星球寻找强者之后 请各位挥别任何对于实质故事发展的期待 来到2023尾神 连Snyder都这么贴心的亲手献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圣诞礼物了 但你要知道圣诞节精神并不只是收礼物吃大餐而已 圣诞节真正喜悦是源自那种珍惜与服务的精神 我们的心因为同胞的爱以及友谊而发光发热 开什么玩笑 圣诞节唯一的世俗价值 就是要把握今年最后一波节庆大促销 狠狠斜 而要线上逛街最安全怎么能够少了Surfshark VPN 各位应该知道西方国家有个习俗 就是相信圣诞老公公一年四季 无时无刻都不再观察我们 平时有没有当个乖宝宝 因为只有乖宝宝才会收到礼物 而非常甜蜜的 这些网路大企业与商店平台 也继承这样美好的圣诞节精神 一样一年四季无时无刻监听我们每一个星期 这些公司除了收藏你的各自与行为 一些店家甚至能直接根据你查看 他们店家产品的次数所属的国家 使用手机型号等等因素 给你呈现出不利的价格 这种时候就是要靠Surfshark VPN的类虚拟专用网路产品 隐藏你上网IP所在位置 确保你的网路刑机不会败露 当坏宝宝也不怕没有礼物拿 平时懂卖的人就知道 能透过Surfshark VPN跨区域的功能 把握一个产品在不同国家专属促销活动 而因为Surfshark VPN也是市面上唯一涵盖100个国家伺服器的VPN 我们就能尽量去找最划算的特杀活动 今年上诞节也自己升级成Surfshark 1 让你一次获得其他的强大功能吧 Surfshark Antivirus能防止你装置受到病毒侵害 Surfshark Search能确保你网路搜索不留任何痕迹 Surfshark Alert会给你最及时的数据外漏提醒 最后当然要把握Surfshark圣诞节现实优惠 现在直到影片说明栏 输入我折扣码TSSUB或者点击连结 即可获得额外5个月免费使用 再次感谢Surfshark VPN干爹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啊不对上路之后 当然不能少了第4个 无间断承证旁白搭配慢动作 Cora毫无缘故地开始跟Dario2号解释自己凄惨的故事 原来自己9岁的时候帝国屠杀他整个星球 没想到杀人不眨眼的领军Balissarius 就是后来篡位的那个高官 饶过了Cora并且收养他 对在星际大战之后现在抄起萨诺斯了 Cora在被收养之后训练为精英士兵 这里还有个细节 我们可以来谈谈这个传统也多蠢吗 有人想过如果这个爱人死了 会对活下来那个人带来多大的冲击吗 但是没办法 只有这个细节才可以解释 不对Cora一开始不是才说自己从小被教爱情是个弱点吗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 到底是该爱人还是不该爱人 而且不到半分钟之前 他不是也才亲口说训练过程中 他被告知不能感情用事吗 接下来连续出现好几个他带枪上战场的慢动作画面 意外的以Snyder水准而言 也不是特别美或者充满史诗感什么的 就是慢动作 好的长达五分钟背景故事讲完了 两人终于来到跟反叛军有联系的线人地点 不过那个线人就在他们眼前被抓走 人生地不熟四面都是帝国眼线 两人该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任务呢 只见他们走进酒吧 开始大声嚷嚷说要找将军完全不怕被抖出来 而且这个酒吧完全就是星际大战那个吧 这使男主角被一个外星人骚扰 同样也很像星际大战 现场陷入一场酒吧大乱斗 当然也有更多慢动作 结束之后一个自称不是赏金猎人 或者走私犯的赏金猎人走私犯表示说想要加入他们 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在致敬Han Solo 尽管完全不理解这个新人的动机 一醒人就动身去寻找将军 不对他们还要先去另外一个沙漠星球去找 一个奴隶主 以及他手下的奴隶野蛮人Kunnan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肌肉壮汉如此大费周长 我也不知道 而奴隶主竟然同意 如果野蛮人可以帮他驯服施鳩兽就可以放他走 而对我们现在正进入一段莫名的阿凡达融合哈利普特剧情 经过一番折腾 他当然是成功驯服施鳩兽 就变完全跟阿凡达一样 他们在临走之前 自以为是的奴隶主当然是直接被施鳩兽踩烂 赏金猎人也对于自己老朋友惨死完全毫无反应 施鳩兽也没有打算跟着来 可能是为了节省Netflix经费 壮汉炫兽的技能在这之后完全没有被提到或者利用 所以现在要去找将军了吗 并没有 画面马上再转到另外一个采矿星球 找一个亚洲女武士 女武士没有要回答也没有要问任何问题 只是帅气地耍一下两把光剑 从一个蜘蛛外星人手中救出一个女孩 然后就跟他们走了 就算你有一个以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圣人之心好了 你会这样什么都不问就加入一群陌生人的吗 Snyder已经完全没有打算隐藏了 这里开始再也没有所谓的剧情 就连个免洗手游都会对招募仙成员有更多交代吧 回到船上 Cora再一次开始进入沉重旁白模式 解释自己的背景故事 说她原本受命保护小公主 而这个小公主有似于生命的神奇力量 这个资讯对于故事有任何帮助吗 而且小公主显然在被暗X之后 没办法让自己复活笑死 一行人终于来到下一个星球 也就是将军的所在处 原来她现在沦落为竞技场的角斗士 这里完全就是仿造神鬼战士 就连将军都是找饰演奴隶斗士的同一个演员 将军现在意志消沉 但是没过多久就被Cora说服 当然了 也要让我们看到她战斗的假胡须 这时画面暂时转到正在拷问线人的军官身上 她超突兀地穿着一般上班族的白衬衫配领带 可能这时候服装成本已经用完了 一行人又来到下一颗星球 不要问我现在已经累积第几颗星球了 找到反叛军女领袖不想帮忙 但是男领袖同意 接着就转头对她的人马发动英雄本色演说 就这样说服了双手数得出来的士兵加入 说真的这么少少几个人 真的需要一个传奇将军来统领吗 而且电影演完了 这个将军实际上也没有真的想出什么战术 或者带领这些人 他就只是另外一个肌肉壮汉而已 一行人来到一个港口 赏金类人说他要先交一些货 哎呀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这几个传奇英雄马上就被帝国一网打尽 杀手47也来到现场 虽然他原本应该完全不知道 这些人有要招兵买马反抗吧 哎呀一看起来就超可疑 自传投机分子的男人竟然背叛他们 真的是好意外 看来这几个人没有看过帝国大反击 烂斗把一行人交给黑武士的片段 接着要来了 马上就要上演我这几年看过最白痴的剧情转折 就在这几个人都被牢牢定住时 赏金类人竟然把瘫痪枪给了男主角 把瘫痪枪反过来指着猎人直接扣下板击 更觉得是这个瘫痪枪竟然随便一转就能解锁这个装置 到底是谁做的天才设计 把瘫痪的洞口跟解锁的方式做在同一个地方 于是全员毫发无伤被救出来展开大反击 原本还很顺利 不过这时有一辆帝国炮剑开始让他们陷入险境 这时他们千里迢迢三顾茅庐找来的野蛮人 跟将军完全没有任何特别作用 只是弱弱的开枪而已 于是反叛军领袖冲上去 直接拿一个地上捡来的金属长条 捅破帝国炮剑驾驶舱 哇太厉害了 一艘需要穿越外太空的船舰 竟然就被一个凡人捅破了 而且更觉得是 这个小小侧边驾驶舱不只是控制枪炮 而是整艘船 反叛军领袖用最后一口气一撇 就这样整个炮剑倒在港口 随便让这些结束就好 最后Cora当然要跟杀手47一对一肉博 最后暴揍他一顿并且把他丢下去 整部片到最后 他身为主要反派几乎什么事都没做 胜利后两个最没用的人又来了 这时将军还有脸出面给了一场演说 后来坚持说 对啊我也不会叫你将军 因为你根本啥事都没有做 另外野蛮人还非常认真的说 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 那个出卖他们的赏金猎人 好啊完全没有表现出 你跟赏金猎人有任何争执或摩擦 现在还跳出来在那边马后跑 他们就这样回到农场星球 再度让人想起神鬼战士 最前面那个机器人现在头上多了鹿角 嗨 啊到最后真正的反叛之月 或许就是我们一路上交的朋友 不过还没结束我们最后发现 杀手47其实还没有死 因为他全身都是改造装置 而他进入灵魂国度跟领袖对话一阵 对方还用权杖插了冰层四次来强调重点 之后就被复活了 在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字卡说第一步结束 对我在痛苦中完全忘记这才是前半段 就如一个国外影评所说 就感觉不太像是一个承诺而是一个威胁 没关系我们明年就会有新的看烂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你知道最让我哑口无言的是什么吗 反叛之月P1上映之后 当然评价惨不忍睹 这时Snyder竟然还是同一套 希望Netflix释放他的四小时导演版 你知道应该说什么 如果你们留下公尼通常 release the snider cut 樹 Snyder竟然是 Snyder竟然是 莞 Snyder竟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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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 李宗盛